哦 沼泽 无数萌新玩家的哭泣之地 在这不出意外就是意外的鬼地方 暗上能遇到一口就让你天昏地暗的泰坦巨然 水下则能碰到连人代甲将你啃个支离破碎的食人鱼 更别提那暗上能追得你嗷嗷之叫 水下更是能大尾巴子抽得你怀疑人生的重招笼 以及那随时随地都能从四面八方突然穿出的 飞来横祸 嘿没想到吧 也预判了你的预判 大家好我是毒魂 今天的前男系列我们来聊聊方舟沼泽第一次课 猪鳄 老样子我们先来解读学名 据图鉴可知 方舟猪鳄的学名为 其中署名 分别由希腊语中的野猪和鳄鱼组成 很显然 这个署名是来自该种鳄鱼口中的形似野猪一般的硕大獠牙 国内通常翻译成野猪鳄 或直接简化为猪鳄 而种家词巴鲁登举 则分别由巴鲁斯特 沼泽和登举 獠牙共同组成 合起来大致的意思是 沼泽的獠牙 结合游戏来看 估计就是形容方舟猪鳄是期许于沼泽的獠牙刺客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这里将方舟猪鳄的学名译为 则鳄猪鳄 就如我们之前说过的不少古生物一样 猪鳄的化石材料同样十分稀缺 至今也只发现了一个头骨 该头骨标本的颅骨长度为50.7厘米 下颗骨长度则为60.3厘米 在一个物种化石缺少的情况下 通过其近原物种进行推测复原 便是最可靠的方法 而猪鳄的参考对象 便是其在马达加斯加的亲戚 马刃加鳄 谈到鳄鱼 大多数小伙伴的脑海中 都会下意识地浮现出水下掠食者的形象 毕竟如今现存的鳄鱼无一例外 全是淡水鳄类 哪怕是常在陆地上活动的古巴鳄 澳洲淡水鳄等的鳄鱼 本质上也都属于淡水鳄 而在漫长的野花石上 鳄鱼也曾在陆地上 有着非常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他们便是陆俄 对果鳄感兴趣的小伙伴都知道 白鹅记时期陆俄的代表诺托俄类 曾广泛分布于非洲和南美 我们今天的主角猪鳄 和他的同科亲戚马刃加俄 便是诺托俄类的成员 有关诺托俄类的演化历程 羊驼和龙爪都已详细说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这里就不做重复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虽然作为诺托俄类的成员 但是马刃加俄却是家族中 较为另类的家伙 他们并不像其他大多数诺托俄类那样 完全陆生 而是将领地拓展到了水下 是一种半陆生半水生的鳄鱼 允竹俄不同的是 马刃加俄保留下了 较为完整的骨骼花石 通过复原后的骨骼结构 我们可以看出 马刃加俄的四肢 远比当代常见的淡水俄类 要更长更粗 可见他们在陆地上 有着更强的运动能力 然而和真正完全陆生的 波罗二科等正排陆俄相比 就逊色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 波罗二科粗壮的肩胛骨 和巨大的四肢 比起半水半陆期的 马刃加俄发达很多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 马刃加俄的陆地行动能力 介于淡水俄和正排陆俄之间 属于半水半陆的模式 而谈到马刃加俄 就不得不提到一场 著名的流血事件 科学家们曾在一具 马军龙的化石标本上 发现了大量的骨骼损伤 并认为这些损伤 并不是单一一次冲突导致的 最终科学家们 通过该马军龙颈椎上的 圆椎形咬痕判断 凶手极有可能是来自 某恶行超目 那么最有可能的 便是我们的马老师了 毕竟他俩都是 马刑马达加斯家的 顶级捕食者 这也是马刃加俄 这种半陆半水期 鳄鱼的恐怖之处 试想一下 一只马军龙 这悠闲的在河边喝水 结果突然被一条 不讲武德的马刃加俄 从水下偷袭 一下咬坏了颈椎 好不容易奋力挣脱后 本以为逃离河岸就安全了 可没想到 对面居然是个 水路并进的鳄鱼 出了水之后 又快步追了上来 结果导致自己 又承受了二次伤害 诶? 这经历咋这么四成下十呢? 综上可见 尽管猪鳄目前为止 尚未发现身体部分的花石 但是通过参考 他的近期马刃加俄 我们可以推断出 猪鳄大概率 也是一种半路半水期的鳄鱼 同时由于口中 那极具辨识度 光是看着就 自带怪物熟悉的 夸张獠牙 也使得猪鳄 比他的近期马刃加俄 更受文化作品的青睐 拥有了更多的 恶创形象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莫过于科幻英剧 远古入侵 以及我们的古生物游戏 方舟生存进化 对 现实猪鳄 有了最初步的了解后 接下来我们回到方舟 通过对比游戏形象 来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位獠牙刺客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体型开始 现实猪鳄的模式种 撒哈拉猪鳄 经复原后的体长 估值在3.5米 而方舟猪鳄的体长 经测量则达到了8.13米 这个体型虽然在 巨兽遍地的方舟 仍属于小型生物 但仍然已经比 任何一种现存的恶类 都要巨大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方舟猪鳄的外形设计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猪鳄迄今为止 仅发现了一个头骨 那么对于这一仅有的化石材料 方舟猪鳄 怀疑的如何呢 答案是八杆子打不着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现实中猪鳄的头骨 是较为宽大的 甚至于孔二十分接近 且都有特化捕食恐龙的倾向 不知是否又是一波趋通眼花 同时现实猪鳄 长有一个厚实的方形鼻子 被科学家们认为 是能用作冲撞的工具 当然猪鳄头骨 最具特点的 便是其口中硕大的獠牙 现实猪鳄的上盒 长有三对十分鲜眼的剑齿 下盒则长有两对 肩长硕大的剑齿 搭配宽大的头部 造型可谓是无比的张狂 然而方舟猪鳄的脑袋 就明显窄小多了 中间甚至还有一块 从两侧凹了进去 或许是因为设计师 觉得原本那宽大的头骨 不太符合方舟猪鳄 那猥琐搞偷袭的形象吧 于是便给弄成了 这么个尖嘴猴塞的模样 而更无语的是 方舟猪鳄不仅脑袋缩水 甚至连口中的剑齿都缩水了 原本上三下二的五对剑齿 到了方舟猪鳄 看着只有上下各一对了 这一改动着实让我感到有些费解 与同辈福娜一向喜欢 往动物身上加刺意 彰显个性的习惯 怎么到猪鳄猪鳄 反而还把原版 各家突出鲜眼的鸟牙给砍了呢 那既然如此 方舟猪鳄图介绍的头骨力会 不成意外的 又是和游戏中的形象 八杆子打不着 老黎魔带石了 接下来是四肢 我们可以看到 方舟猪鳄的四肢 设计的还是挺长的 远比他在现实中的表哥 马刃加二要更长 而正是由于没有发现四肢 猪鳄在这方面 便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不少复原图和文化作品 别加猪鳄的四肢 给设计的能与正牌鹿 而相当甚至更长 其中最典型的 便是英剧远古入侵中的猪鳄了 距离不仅加猪鳄的四肢 给做的超长 甚至还让猪鳄 有了飞檐走壁的叛叛能力 不管咋说 反正猪鳄四肢的长度 早已是死无对症 方舟猪鳄的四肢 或长或短 只要不太过夸张 都难以论其对错 亦无伤大雅 与此同时 我们注意到 方舟猪鳄在前爪有脚扑的同时 后爪却没有 这就很奇葩了 虽然我们难以得知 现实猪鳄的脚扑形态 但是现代淡水恶类 则普遍是前爪无扑 而后爪有扑 这样的结构 更有注意他们在水下运动 可见方舟猪鳄 在这方面是完全反过来了 究竟是方舟设计师 连参考现代鳄鱼的结构都不会 还是有意为之的创新呢 哦对了 说带一提 鳄鱼的后爪 应该是四根脚趾 而不是像方舟这样的五根 不过脚趾数错这点 真的我都懒得说了 最后是方舟猪鳄的背部 一只鳄类的背甲 有多种形态 有像尼罗鳄这样平铺的大铃 也有像美洲鳄 这样尖锐突起的高铃 然而方舟猪鳄的背甲 却压根不像是鳄鱼的背甲 鳞片明显过大 猎数也过少只有三猎 乍一看 是这让人唤事到了某些剑龙类 最后我们来看看方舟猪鳄的尾巴 有关诺托二类的尾巴形态 到底啥样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绝大多数诺托二类 都是纯粗的鹿鹿 1.51年来都在陆地上独立演化 而从未下过水 因此不少观点认为 诺托二类的尾巴 不会是像淡水二类那样的蒋状尾 毕竟他们的尾巴 不需要在江河湖海中滑水 但猪鳄却是个例外 作为半只脚踏入淡水的类群 猪鳄或许也需要 类似当代淡水二那样的 蒋状尾巴来辅助游泳 因此不少关于猪鳄 或马刃加尔的复原图 也都给画上了 类似淡水二那样宽大的尾鳞 更何况方舟猪鳄 在游戏中的游泳能力也并不弱 长着这么一条细长的蜥蜴尾巴 可着实不像是个游泳界这样的样子 综上总体而言 方舟猪鳄在外形上 不说和现实中的猪鳄大相径庭 有些构造甚至可以说 完全就不像是条鳄鱼 最后个人再提点 自己在审美方面的意见 方舟猪鳄复布这横平竖直的 网壳状纹里 未免也太偷懒了吧 方方正正平平折折的 完全感受不出一丝生物感 而在习性设定上 方舟猪鳄倒是和主流观点差异不大 是典型的半路半水期的鳄鱼 在水下灵活畅游的同时 陆地上一能以较快的速度奔跑 甚至我都觉得游戏里有些过于保守了 现实中古巴鳄冲刺起来 都能追上一般人了 方舟猪鳄这么长的四肢 完全可以更快 而方舟猪鳄最核心的设定 必然是那一跃十丈的非扑技能 该技能不仅是能令猪鳄猪突猛进 更是能将暴害玩家在内的小型动物 给一下叼在嘴里 甚至还能将玩家从中小型做齐的背上给扑下来 正是由于这神出鬼末般的飞扑技能 才让死鱼猪鳄成为了无数玩家进入沼泽后 复告上的常驻内容 不过值得庆喜的是 猪鳄这一飞扑拿个盾牌就能挡下 如果你有足够的雅性的话 甚至能陪着这货在方舟里体验一把黑魂的感觉 那么方舟猪鳄的飞扑 究竟能扑多远呢 对此我很好奇 于是便着手测量了一下 我们首先将一只肚肚鸟摆放在 与猪鳄前抓同一水平线的位置 接着在肚肚鸟身上放着个追踪器 随后再骑成猪鳄按右键飞扑出去 接着再度站到与猪鳄前抓水平线的位置 最终利用定位器得到数据 53米 也就是说方舟猪鳄一下飞扑了 相当于6.5倍自身身长的距离 好家伙 这是后腿内置了两胎黄吧 而对于方舟猪鳄的这一飞扑技能 海莲娜在图线上给出的解释则是 猪鳄会在水面下耐心等待 待到目标足够近时 他便会猛地向前一跃 以快速与猎物拉近距离 并将其拖入水下 这一技能的设计思路倒是没啥问题 作为半路半水期的猪鳄 会搞不透血也没啥奇怪的 或许有小伙伴会问 猪鳄能跳吗 对此我个人是觉得 现身二类不少都具有一定的弹跳力 古巴尔是正能像青蛙一般原地蹦的 四肢更长更强壮的猪鳄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跳跃 也没啥奇怪的 虽然肯定没法像游戏里那样一蹦数十米就是了 与此同时 关于现实猪鳄究竟会何种方式捕猎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 一般鳄鱼的下颌关节都是朝上的 而猪鳄的下颌关节跟下颌骨却完全成一条直线 这一特征能够让猪鳄的嘴巴张得更大 再结合猪鳄口中那硕大的剑齿 有观点便认为猪鳄可能会在捕猎时 将上下颌大大的张开 随后将锋利的剑齿刺入对方的要害部位以完成击杀 这一猎杀方式是否贴着何耳熟呢 这不是认齿虎的猎杀方式吗 好嘛 驱同驱同都能驱同 每个方舟玩家都有自己心目中最讨厌的生物 虽然我不知道这其中谁是榜首 但我相信七七鱼沼泽中的猪鳄必然威猎其中 排名也绝对不低 如果你在游戏中对猪鳄的存在感到厌恶和恐惧的话 那么我想该角色存在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因为除了在增加游戏初期难度方面 猪鳄颇有剑术外 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可谓平庸 我们知道 方舟猪鳄在游戏中的主要用途 一是作为水落两栖动物 协助玩家快速地穿越沼泽一类滴行 二是使用飞扑技能 将敌方玩家咬下坐骑并控制住 然而这两下功能都完全没能得到玩家的青睐 先说这第一条 这一功能最为鸡肋 玩家在三十八级的时候 就能制作五尺一龙岸凹向天空了 谁还会去沼泽这么危险的地方 选一个三十九级解锁暗居的猪鳄就为了赶路啊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而至于这第二条 先不说这一技能在游戏中不法替代品 并且后期玩家PVP早都骑上大型生物了 猪鳄那一以为傲的飞扑技能在大型生物面前 也就是耗子乱窜 就算退一万步讲 就算猪鳄真的扑到了对面的玩家 你猪鳄那奇取200点的基础生命值 能扛得住对方一喷子吗 怕是扛不了几件就交代了吧 总上所述 除了觉得骑着猪鳄一蹦一蹦很有趣的玩家外 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去训这家伙了吧 所以个人觉得 猪鳄在方舟生存计划这款游戏里 做的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成功增加了玩家的初期游戏难度 成功的恶心到了玩家